记者肖于新台北报导,新的一年即将到来,不少民众最期待的就是迎接新年第一道曙光,不过往年在11月底就应该开始宣传的曙光班机,今年却杳无音讯。 据了解,中华航空和华信航空明年即将迈入第四年的曙光包机恐怕得很卡。 华航及华信航空推出三年的曙光班机活动,以往都在11月底开始进行宣传,12月就开麦,班机从桃园机场起飞,带领旅客在高空中迎接新年的首到曙光,往年都获得市场高度回响,不过今年已走到12月,却迟未出现曙光班机消息。 华信航空表示,今年引进ATR新机活动较多,因此明年将暂停办理曙光班机活动。 目前计划和旅行社合作推出D加9行程,由业者自行包装交通可能以一趟飞机一趟火车方式来回。 中华航空则表示,目前上午曙光班机规划消息。 过去三年都和华信航空合作的灿星旅游表示,前两年都是包揽班机四乘座位,今年则是自己包下一架飞机。 旅客报名行情都很踊跃。 灿星旅游分析,由于明年元旦落在连甲最后一天,旅客报名意愿低落,因此决定明年班机计划喊卡。